第十五题 参考图一 磁铁以速率V向左接近线圈时 减流济之指针偏转方向及角度如图一中所示 若将两者之相对关系改成图二 当磁铁以速率2V向右移离线圈时 则减流济之指针偏转情形 最可能是下列合者 这个叫做电磁感应 我们了解电磁感应的时候 N靠近的产生的感应电流方向 与S远离的感应电流方向是相同的 而同时也就是 如果是N靠近跟N远离的感应电流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我们图一 当我们如此靠近我们的线圈时 减流济指针偏转向左 那么当我们远离的时候 那么它一个指针偏转就应该是向右 所以选项C跟Z呢都是错的 同时我们也晓得感应电流的大小跟磁场变化率成正比 所以我们用V来靠近的时候 我们的感应电流会比我们用2V远离的时候感应电流来的小 也就是说我们图二的指针偏转角度要比较大 所以应该是向B图所显示的 所以第15题问我们说 减流济的指针偏转行情最有可能是下列合者 我们答案要选择是B 减流济的指针会向右偏转 同时偏转的角度比于图一要来得大 我们下列合的指针偏转角度比较大